大家好,第三格會介紹的就是這格11號B 11號B是九龍城碼頭去觀塘的徐庭村 沿途會經過太子道東、九龍灣、牛頭角等 這條線相對於九龍城碼頭的區域 跟路師一樣,都是最多人搭 首號B最大的客源就是在偉恆窗和殷榮花園那一帶 其他地方就不是獨家地方 例如九龍城回旋處或太子道東 都不是獨家地帶 但這兩個位置,例如九龍城碼頭 以及偉恆窗新村和殷榮花園 Jubilant Garden 這個位置,相對來說也是很大的客源 不過因為這條線,聽聞應該是太便宜 一直被九龍城剝削斑尺 今天也會搭一搭它 這輛車是搭三開車的 但你看到也有很多人,這條線真的不錯 用十分鐘的時間 就由九龍城碼頭來到彩虹村 人有24個上上落落的 24個上上落落都蠻厲害的 老實說,都不錯 老實說,真的不錯 因為你想想,24個人 24個人 即是你上上落落的24個人 你只用了十分鐘的時間 你想想剛才那條一條46號 我坐了九個字,上上落落才只有17個人 你想想哪一輛車的移民效率是高一點 大家都想到了,對吧 速度非常快 其實都是17、18分鐘 就已經來到官學機器站 就是APM,即是官學市中心 即是官學市中心 即是原文坊這裏 用了17、18分鐘便來到 用了22至23分鐘,只有22分半鐘 22分半鐘便來到翠平村 前一點那裏就是巴士站 其實只加了1分鐘,只有23分鐘 上了30個客人 一共上了30個客人 收5.1 如果說二營運後來說 說得到行車時間 行車時間就快 即是行車時間 即是少於46號 少於一半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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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簡單的就是 客人又多於46號 你想想 46號多坑坑 真的很難怪 狗巴雖然很想音 11號B 但又沒有像46號那樣音 那麼厲害 那